咱们下边再给大伙说说 什么时候你该马上认怂 马上低头 就这个可能跟你在单位职场关于不大 但是确实在社会上 规避风险的一个好办法 我再给大伙说个事 咱不少朋友都知道 前两年发生一件事 有个女同事到火锅店吃火锅 也不怎么这汤 还怎么这有点问题 跟那个火锅店服务生就吵起来 越吵越激烈 越吵越激烈 这女的一来气 我投诉你 就投诉到这个店里头有那投诉电话 让他老板知道了 这老板肯定打文 骂着服务生 顾客是上帝 这服务生一来气 话杆话在气头上 端着一盆倒汤的热水 就泼着女顾客头上 这事我估计有的朋友知道 这事是 这肯定是 这个服务生他不对 故意伤害罪 这是 这人抓起来得判都得 你凭什么 人说你两句是怎么的 可是你想想 咱们要从那个女顾客角度来说 这事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服务生 他从农村到城里打工 在饭店里打工 几乎是最低档的一个职业 老板也骂 有时候顾客也顶着 他心里一肚子火 说白了 攒了一肚子垃圾情绪 你为什么要刺激他 这时候你不低低头 就说行了 那么低过去吧 你非不饶人士的 很高调的 又投诉又干嘛 又说人家 把他心里的垃圾情绪 给引发出来 把一肚子垃圾都到你身上 你说你倒霉不倒霉 所以咱这说什么 该低头说得低头 这事不是硬往上上的 说白了你跟他硬拼 他跟你豁出去了 你豁得出去吗 所以我们说 该低头得低头 这个事 你看咱们说 还接着咱说三国吧 三国里头这事就不少 别说刘备 刘备刘全德 投靠曹操 没办法 在这展示安身 可背地里 跟当朝太史董成 两个人联盟 就想把这个邪天资 以令诸侯曹操给推翻 可是刘备知道 矮言虚低头 我现在在曹操范位控制 我必须得装怂 所以整日里在那种种地 石头石头花 假装胸无大志 就这曹操会怀疑的 赶上青梅下来了 说咱这个煮上酒 吃点这个杨梅 把谁啊 把刘备给我叫来 我们俩喝喝酒 喝酒的时候 曹操就问了 这个 选择以为天下英雄是谁啊 刘备一个个说 什么荆州刘表啊 什么吕布啊 什么淮南元树啊 河北元绍啊 曹操全给否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那谁英雄啊 曹操说 天下英雄 为使君于曹尔 就咱哥俩 把刘备给吓了 他说这位自个儿是个英雄 那能留死几条活动吗 不得给弄死 正这时候空中咔嚓一个炸雷 刘备借这几乎 不能把手里筷子扔地上 其实他心里都害怕 曹操说 怎么回事啊 使君呢 刘备说 哎呀 我震雷一过 我心中恐惧 把筷子吓掉了 曹操乐了 哎呀 你也怕惊雷吗 哎呀 能不怕 能不怕 天地之危 一知若私 把这事就遮掩过去 他就让曹操感觉 只是胆小 胆小人成不了事啊 那英雄胆都大 所以刘备瞒得过这一时 一转身 能跑就跑 脱离曹操控制 他如果不这么低调装从 曹操不可能放过他 所以人在这个时候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你感觉情况不好 马上得低调地处理这些事 我再给大伙举个活成生例子 我说这个女人情商挺高吗 这女的跟她闺蜜 俩人买水果去 买点柚子啊 还买点橘子 并排好多水果摊 在其中一个摊那挑 左挑右挑 女的买东西慢挑 那个店主啊 等一会儿呢 一看挑半天 不耐烦 可能忙活点别的 等到他们挑好 准备给钱的时候 老板 老板 没东西了 老板上哪儿去了 你看你看这事 行啊 咱也得买换个摊吧 就在他旁边那摊挑 等挑好了 也付了钱了 原来那老板回来了 一看就不愿意了 嘴里骂咧咧咧 什么玩意 在我这挑来挑去的 还没在我这买 白挑了 把我这都扑了断了 他这一骂咧咧咧的 旁边这摊摊主 就卖了东西 这个摊主 一转身进屋里了 没赶在外面 那边那个店主更来劲了 嘴里不干不净了 这时候这买这个水果 这女的就急了 什么玩意 我在哪家买 他旁边这位他朋友 他这闺蜜就把他拽走了 拽走道上 这女的不依不饶 咱们是素质真低 他跟他说 这什么回事 什么玩意 你可别的了 这样容易惹祸 你知道吗 我惹什么祸 我给你分析分析 你看 这个老板回来 一看咱们在旁边的老板 摊上买东西 张嘴就骂 骂了咧之后 这老板进屋了 没敢跟他对吵 说明什么 那主不好惹 是个狠茬子 第二 他是骂咱们的吗 跟咱不认不识的 我认为他是指桑骂回 意思咱都同行挨着 还有这方式的 在我这顾客 不在我这买 到你那你就卖了 什么 其实指桑骂回是骂他的 不是骂咱俩 可是如果你上去跟他理论 他一度切伙 保准发泄到你身上 那何必呢 你跟卖水果 你互相之间争这个 再一个 他那摊上 你没看 切西纹的刀就跟那摆着 这人脾气一抱一顺手 正好有刀 捅那两下怎么办 满水果人捅两刀 犯上犯不上 所以我说 能撤就撤 能躲就躲 千万别迎头往而上 你琢磨琢磨 这么一说 心里头明白了 我说实在 我挺佩服 这女同志 你狠 能把形势分析得很清楚 就是咱那有为之身 犯不上跟这样的 应捧上去 所以我说 在什么时候 低头认怂 哪个时候应该 准确判断形势 这个是人轻伤高的体现 你往这平常的说 能保你在单位不受排挤 能够躲过一些挤队 你往大了说 有可能在一些 看起来是小事的上面 躲过杀身之祸 这可不是小事 有的人说 那没办法 谁让你弱的 你处处得考虑 这可不是 莫说是弱者 强者也要实当 学会低头 学会认怂 我举个例子 餐饮行业里 还得捞着厉害不得 那马上多好 多人乌洋乌洋去吃 17年8月份出个事 有人卧底在后灶看出来 又怎么不耍碗了 又耗子来回钻了 结果当时这新闻一爆出来 海底捞都快沦下了 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 没有三小时 海底捞出了一个通告 紧跟着 隔一段时间 就一个通报 连出了七个通报 要正常的 我们听说 以往哪个企业出这事 一般来说 先公关 就是狡辩 没这回事 这记者是真的假的 一看遮不住了 那也不是我们事 临时公共 顾过临时公共 他弄的 好多企业都这么玩 海底捞没有 他用这通告和通报呢 其实就摆明了自己三条态度 什么呢 这锅我背 这错我改 员工我养 在这时候 他先承认 是我们管理不善 就是我们后灶 是我们这样 对不起顾客 这锅我们背 再我们表示 一定整改 好好干 这错我们一定改 最重要一点 他能获得大众的同情 是什么呢 没把这个推给 临时公共 后灶工作人员 都是中层以上担责 罚我钱的 或者受什么储备 就这事我认 也不是什么临时公共 不是具体哪个员工 就是我们管理不善 我们一定好好整改 这一点上 获得了大众 对他的肯定 为什么 咱们也知道 以往有很多的 企业 一出这事 都推卸责任 都不愿望 身人懒责 都推到很弱小的 这个员工身上 人海底楼没有 人们只要是夸扎 就单自个身上 所以你从这点来说 海底楼做得很出色 为啥 关键时候值得低头 我错了 我改 我绝不推卸到员工身上 混蛋的是我 我一定拿出个解释来 一定好好整改 给各位顾客 所以就是强者 他在危机的时候 要低头 你硬挺着 什么事也不低头 那倒霉的就是你 所以就说 我们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 尤其是刚入职场的新人 更要夹着尾巴做人 该低头的时候 低头 该认怂说认怂 为什么呢 木修鱼林 封闭催之 天塌下来 有大个顶着 大个仙倒霉 所以你实当时一低头 有可能躲过 灭顶之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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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